晚安 谢谢 首先谢谢黄奖师的介绍 感谢天恩师德 感谢师尊师母圣德 感谢老前人前人大德 感谢点燕师及各位讲师 及各位前贤的成全 然后再一次这个机会 在线上跟大家研究 论语圣讯 那我们的进度 来到 我们的进度来到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未知有也 这一部分 上一次 就是上个月是上第一次 这个月上第二次 那上个月呢 都没有上到 妙讯 那这一次会上到 好 那我们就进入 我们今天要上的 延续上个月上的这个内容 我们上个月 这一张投影片了 大部分上完了 我们稍微做一下复习 这是老师慈悲的主语 首先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道场呢 因为白羊 白羊旗的半道 为什么先佛常常说 这是一场戏 一场白羊大戏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 因为如果论到毕竟空的话 一切都是空 但是一切都是空 并不是没有 所以自古以来 那些悟道的 这个古圣 古圣先贤 他们会说呢 我们在办一切的佛事呢 是梦中佛事 好像在梦中 办佛事 办了很多事情 但是这些事呢 其实都是梦啊 因为跟毕竟空比起来 但是你说既然是梦 难道就不需要办吗 要办啊 如果没有办的话 众生不能得救 所以办 梦中佛事 见水月道场 水中月 静中花 水中月是假的呀 但是他虽然是假的 水中月还是很明亮 所以这道场呢 是水月道场 梦中佛事 那所以呢 这个 或者说用另外一种说法 是一场戏 那在这场大戏里头呢 当然一场戏一定有主角吗 有生蛋 生跟蛋就是主角吗 然后还有静莫丑 那当然 并不是说 当然如果是一般人间的戏 主角 男女主角 那都是一等一的 不管是他们的这个片酬啊 他们的知名度啊 他们的演技啊 乃至于他们的外表啊 都是一等一的 但道场 道场的圣诞接莫丑 不是这样的 先佛看待一切的角色 都是平等的 而且一场大戏 当然有主席逝者 那也有很多呢 在旁边帮伴的 那不管我们是处于哪个角色 都不要看清自己 同时也不要觉得骄傲 那老师慈悲鼓励我们 哪怕是一个小丑 希望我们能够把快乐 带给众生 因为伴道本来就是为了让众生 离苦得乐嘛 所以即便我们是一个小丑 是一个 在人世间看起来 是一个小角色 但是呢 我们也要快快乐乐的 来做好自己的本分 更何况呢 在一场戏里头 小丑都是带给大家欢乐的 好 那 然后呢 我们对于看待 我们研究精训 要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呢 精训它不是学问 它是深入精脏 可以让我们智慧如海 那我们有这个智慧呢 才能让我们走完修道的旅途 我们十五条佛规里头有一条 误气圣训 就是圣训不要把它丢在一旁 不要把它丢在一旁 不理它 那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不能够把它丢在一旁 不理它呢 因为圣训是白阳祺 先佛在白阳祺 针对众生的这个 很多的情况 给我们的引导 那我们如果 把先佛苦口婆心 给我们的引导 我们把它丢着 说没有时间看 那我照我自己想的 这样继续走就好了 那就很可惜了 因为说不定走到 走到有个阶段了 走不下去了 所以误气生训 能够伴我们走完修道旅途 然后呢 讲到这个缘分呢 老师慈悲说呢 有时候我们是 趁愿来的这样子的情况 例如我们这辈子是趁愿来的 我们跟家人的缘呢 有时候比较淡 跟同修 跟道场的道亲 同修共伴的这些 财法履地的这个履 修道的伴履 这个缘呢 还比较深 那这修道的这些同伴 这些同修共伴的兄弟姐妹 这些缘呢 是怎么结成的呢 这些缘都不是成缘 什么是成缘呢 就是以六根六成 去结的缘 那就是成缘 都不是成缘都是我们累结修来的 同修共伴的缘 那在道路上可以互相弥补不足 那反倒是有时候是家人的情况呢 老师慈悲说有时候家人反而缘没那么深 成为家人也没那么长久 就是相处的那个时间也没那么久 缘也没那么深 然后又提到 又提到说一个伴到的人呢 他不要只是着眼到 着眼在他这辈子可以伴得轰轰烈烈 他要如果他是一个有志向的 那他有大慈悲的 他要想他这辈子办的 是否能为后面的众生铺一条康庄大道 这个才是叫做大智慧 而不是说只是自己表现得很好 轰轰烈烈那就是成功 那这一部分呢 给我们最最佳的典范呢 就是老前人前人嘛 老前人前人呢 都是一辈子都是在为众生设想 而且留下这么丰元的道场 前人种树 后人存粮 在发一从得 已经这样子蓬勃发展的时候呢 两位老人家早就不在了 那把丰元的道场留给后学 好 然后这一张投影片的最后了 就是我们上一次还没谈到的 还没有分享到的 老师直飞说呢 如果真心修的话 而且要经常的发善念 发善念就是不要 让自己产生的念头 是属于贪嗔痴的 属于贪嗔痴的 那就不是善念的 那如果能够常常发这个纯净的 这个善念呢 吉祥的神就会跟着我们 吉神会相随啊 那半道积德的人呢 福报是追着你走的 所以看到这里就觉得 我们平常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平常半道的人 大概很少人在想说福报 在追着我们走了 我们会觉得我们也是普通啊 就是一天过一天啊 只是很忙啊 那如果是真修实练 真修实斑的人呢 福报是追着你走的 那反观呢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 很多有信仰的人 他们都是在求 在求 能够 不管是诸佛福萨 不管他所信仰的 哪一方面的圣哲 哪一方面的神奇 能够保佑他 能够给他一臂之力 能够怎么样帮助他 都对于神圣的这一部分的大能力呢 都有所祈求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只要努力修办的话 你没有起心动力去求呢 福报是追着你走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悟透呢 我们怎么可以 让我们的心不发善念呢 那因为我们还是凡夫俗子嘛 人世间总是有一些挫折 有一些障碍 所以我们碰到挫折 碰到障碍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念头偏掉了 变成负面的念头 那这样子的话 吉神就没有办法相随了 那我们发善念呢 发善念之后呢 存好心 才能够说好话 做好事嘛 那就这样就是半道积德嘛 半道积德福报是追着你走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 261页 南极老先翁的词讯 南极老先翁的政坛师 那他老人家呢 政坛师谈到呢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 虚其心受天下之善 大其心 我们都知道大 大就是格局大 那众生呢 众生之所以成为众生 就是因为格局小 所以呢 我们才要学大嘛 我们才要读大学嘛 大学就是学庸论梦这个大学 大学者 学大也 人得一为大 但是在这个修办过程当中呢 毕竟我们是先得后修 我们并不是说求道之后就大策大悟了 所以我们在先得后修的过程当中呢 难免还是受 受过去的这个习性影响了 总是还有看不开 还有钻牛角尖的时候 当我们要钻牛角尖呢 当我们要看不 要很多事要 要执着的时候呢 就要记得先佛 耳提面命啊 像这样子的道理 这太多地方都在耳提面命啊 要宽心啊 要大心 要能够包容啊 才能够大其心啊 心量要大呢 才能够容天下之物 虚其心受天下之善 虚其心就是不自满 不自满呢 才能够接受天下一切的美 像山川 像那个大河啊 大海啊 他能够容纳很多的这个支流 很多的 很多的水都可以流到 他们都可以汇整 到大海啊 到那个大明 到那个大川啊 所以他可以包容一切 他可以才能够 才能够啊 容受天下之善 所有人的优点 所有人的善 那如果我们自满的话 对外在都排斥的话 那就不可能啊 去领受到 去学习到别人的善啊 然后呢 要论天下之事呢 叫平心而论 所以果然我们有一句成语说 平心而论 果然是要平心才能够论 如果我们心不平的话呢 那讲出来的话 那绝对是偏激的啦 所以我们如果要谈论的话 这样就要持平 平心而论 然后战其心呢 灌天下之理 我们要看天下事情 他发生的这些脉络 很多事情的发展呢 这个战其心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战跟 这边有注解 跟这个没有颜字盘的战呢 是同样的意思 通这个战 那这个没有颜字盘的 这个战呢 是什么意思呢 赞同赞同 就同的意思 所以战其心呢 但我们要看天下的 这个很多事的这个脉络 这个理的时候呢 我们要能够以天心来 以天下跟天下同的 那个心呢 来观天下之理 如果我们是站在自己的一个 一个很小的小我 这样子来看天下的理 会觉得说 哎呀 很多事怎么会这样 怎么那么不平 但是如果我能够以天心为己心 那来观天下之理呢 大概 大概 谁不能自人心向往之 大概可以体会到 老祖师的 那个大度难容 才能够了却人间多少事 然后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天下事是瞬息万变 那 包括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呢 也应该有一些 有一些变化 总是会碰到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心慌意乱的话 就没有办法因应的好 所以呢 常常要让自己的心 要提醒自己呢 心要定下来 好 然后在右边这边 南极老相公子杯 有白话训 说修道的心量要大 大其心 容天下之物 虚其心 守天下之善 平其心 论天下之事 站其心 观天下之理 定其心 应天下之变 这是每一位修道人 应该有的心量 所以当然 但如果大色大悟的人 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那对于先得后修的人呢 这一切就要常常提醒自己 要常常提醒自己 每个人都要学习 因为量大福就大 我们如果悟透这个道理呢 自然就能够安 然后呢 更不会去执着 庙里呢 是用悟的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这样读过以后呢 我们心都就大了 所以要去参悟 去参悟 不是用说的 当我们有不能容的时候 有不能平的时候 有不能定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是 正是可以去参悟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 所以呢 去参悟参悟 那这样才能够以心应心 讲再好的道理 还是要用我们的心理呢 要我们心呢 内心去悟 体会什么是真 才能够成为 我们自己受用的道理 所以修道呢 讲要学习的很多了 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心定下来 因为定静安律德啊 定静安律德 这个定下来呢 才能够静吗 静久了就能够安吗 当然这个讲比 讲绝对比做还要快很多很多了 因为真的要定静安律德的话 那是需要火候的 然后安之后才能够绿 绿就是有智慧 那绿之后呢 他做事情才能够成功 定静安律德 即便不是在修道 即便说是一个学生 他要应付考试 他也要定静安律德 那即便是我们上班 我们要把事情办得有效率 也是要专注 专注就是一种定 然后才能够有智慧 然后事情才能够做成 所以其实道不离开日常生活 然后接下来呢 南极老仙方慈悲 又有另外一篇讯文 道就在自己身上 道就在智身上 观智在己性 我们都已经听了很多次了 道在自身身外无道 先佛再次提醒我们 道就在自身上 自己的自性呢 他就是一个王 我们要让这个王呢 让自己自性的这个王 能够在自己自身的这个国度里头呢 这个王能够登上他王的宝座 而不要让他被晾在一边 不要让自己的脾气毛病呢 让自己的脾气毛病就盗贼了 不要王晾在一边 然后盗贼一起来做主了 那这样的人生就 就会呈现混乱的状态 所以自己的王能够当家做主的话 那这一生就有道 这一个身呢 这个色身呢 就能够行道 那根源的故乡 快乐的天堂 所以我们每一个原佛池的根源呢 无极理天的故乡呢 是我们快乐的天堂 可以让我们彼此呢 信步敞扬 信步就是漫步 就是很舒适的 很安详的 可以敞扬 那这个故乡呢 不是死了以后才回去的 我们在人间呢 就要去领悟他 就要去领悟他 不然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呢 这个天堂只在墓前 是不是 所以呢 修道要突破屏障 突破一切的障碍 不要怕任何的阻挡 君子自立自强 走出围墙 这个围墙是什么呢 其实所有的障碍 严格说起来 所有的障碍呢 都是来自自己 而在这个障碍当中 来自这个人我 来自这个四相 三星四相 四相里头 第一个就是我相 然后因为有我相 所以才有人相 然后人我相呢 就是在自己跟别人之间 筑起一座很高的墙 这个在谈经里头 叫人我是虚迷 所以人我相 彼此之间的隔阂 就如同虚迷山 那么高 没有办法水乳交融 这个就是众生 在这个人世间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不平 然后纷争 自私 然后互相的争执 都是出于人我相 所以 先佛南极岛先佛 要我们自力自强 并没有说 你要走 你要创造什么 很大的工业标柄 用自力自强走出围墙 走出这个人我相的这个围墙 那才能够用善美的心 因为你走出人我相的围墙 找到自己的真心 就可以用善美的这个态度 来欣赏自己的人生 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理想 而这些很好的理想 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提醒自己 有时候在 有时候自己的脾气毛病 累积的业力 然后这个讯文 没有常常关照的话 就又会容易陷入凡夫的心态 去烦恼 所以即便是在半道 也是凡夫的心态 再烦恼 那如果能够常常在半道的过程当中 有先佛的耳提命命来陪伴 而自己呢 常常都能够稳固之心 那这样的话 这条路呢 才能够走得又长又远 才能够走得长远 然后我们看右边的这个白话训 南极老先锋说 佛性是没有种族的差别的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班程是在印度 邦加罗尔那边的班程 所以在这个班程里头 我们看到先佛提到很多开荒 很多这个开荒的人要注意的 那种族啊 什么这方面的 的磁缅 蛮多的 所以心空慈悲说 佛性没有种族的分别 不管是有钱人 贫穷人 他的佛性跟我们是一样的 只有人呢 才会分说 谁有钱 谁没钱 那才会分呢 谁的地位高 谁的地位怎么样 只有人才会去分 那尤其像在白种人的国度啊 他们有的人对于这种 有色人种是很歧视的 是很歧视的 歧视到 你如果真的碰到的话 你会觉得很荒谬 不晓得在歧视什么也 就觉得 当然后觉得不便多说了 就是 人就是会有这些脾气毛病 但是佛呢 他没有分别 他不会分说 谁有钱啊 谁没钱啊 谁的肤色怎么样啊 那南极老先锋告诉我们说 只要你有善根 都能够得文大道 即使你是贫穷人 也没有关系 不要觉得说 我人家这个资源那么丰厚 那我真的是福报很少 我这么穷啊 即使你贫穷也没有关系 有些人他很富有 但是未必有善根 这天底下富有的人也很多啊 但是呢 未必有善根 所以不可以自卑 那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上啊 有一部经典呢 不是是像摩尼佛所说 但是被称为经的 就只有那么唯一的一部 叫做六祖谈经 而且说这部经的人呢 就是说这部经是记录 六祖汇能大师的智慧的语录 而六祖汇能大师呢 也并不是印度人 是中国人 所以呢 这个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 六祖汇能大师呢 他老的这个 家境的清寒 以及单亲 这种种呢 跟一般人比 比起来呢 如果要要比 因为在这个二元对待的 这个世界里头 如果要比的话呢 这个种种的姻缘 都比一般的人呢 来的 很多人都比这个情况 来的更幸福 可是六祖他老人家 唯求做佛 不求余物 这个 人有南北 佛性本无南北 和尚生与葛寮生不同啊 佛性有何差别 所以他老有没有自卑呢 完全没有自卑 那你说 他老人家是很骄傲啊 因为他老的这个 比如说他出生贫寒 然后又单亲 所以他就把自己弄得很骄傲吗 不是的 他 他老人家当初呢 这个神秀 神秀汇能大师 神秀大师 写的记之后嘛 然后很多人在那边唱诵啊 然后有那小孩子唱诵 六祖他听到了 就说呢 请这个小孩 引导他去 看去读这首记 当然六祖他老呢 自不认识 但是引导他到这个记的前面 六祖也要去 礼拜这首记 然后呢 碰到了那个小孩啊 六祖称这位小孩 为什么呢 为上人 为上人 所以他 所以六祖他老人家 见五祖的时候 那样子的对话 并不是骄傲 那个就是不自卑 他没有骄傲 不然他怎么会叫小孩子 为上人呢 所以呢 我们从 南极老仙公 对我们的词面 这后学刚好想到了 想到六祖汇能大师 就知道呢 我们 不管我们的资源怎么样 如果您的福报大 您的资源很丰厚 我们相信呢 您觉得不会 您觉得不会骄傲 那如果我们的福报比较少 资源很匮乏 我们更没有理由自卑 更不可以自卑 南极老仙公 自卑说呢 你要知道上天无亲 为德是福 传大道的人 要有德性 必须要是一个仁者 所以 有德有仁 并不是有钱人 就有德有仁 为父不仁者 不然为什么有个成语 叫为父不仁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自卑 要看重自己 每一个人呢 上天都付给他应有的使命 所以我们要呢 尽自己的本分 好好的做 每一只草一点度嘛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好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 把它行出来 这才不辜负上天 也才不辜负自己 然后南极老仙公 指对右接着 慈勉 自己有回沃的土壤 晴根云方人生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 这个土壤 当然不是我们有哪一块田 有哪一块地 而是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 就是佛告诉我们 就是佛告诉我们 圣人告诉我们 佛告诉我们 众生皆具佛性 圣人告诉我们 孔老夫子告诉我们 天命之位性 所以既然我们有那么好的 美好的佛性 的自信 这就是一块很好的土壤 很肥沃的土壤 它可以长出 真善美 真善美具足的 德性的花朵 所以要晴根云 这个花朵才能够生长 所以要把握一生的时光 这一生时光 是过得很快的 加边策 要边策自己 把大道来宣扬 儒树人风提倡 儒树就是把儒家的哲理 把儒家的哲理来提倡 让我们去提倡儒家哲理的 这一方 都能够有人风 人风来形成 就是以慈悲 以仁慈 以这个测影之心 这个测影之心 人之端也 以人为本 来畏为一种风气 而不是以利害关系 以这个外在的种种的 这个成就 来比高低 而是要以人风来提倡 在浅移默化当中 感召元郎 见到成道邦 而且我们不是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 自己很多事情在做 有时候你看到了很多 很多其他的同修 他们办得很广 他们很需要帮忙 我们也都可以见到成道 见到成道 帮助大家 总而言之 这一辈子的一生时光 这么快的一生的时光 希望能够驰骋在什么呢 驰骋在修道 半道的路上 分忙 终究能够正得那品莲香 那既然要办到呢 一定要有职责 要添职 所以南极老兄 慈悲 我们看右边的 白话讯 南极老兄 慈悲说 你们不管担当什么职责 都要自我精进要求 这样我们才能够每天都进步 如果我们懈怠了 就会停止进步 而时代在进步 我们也要跟着进步 学习进步 还有学习呢 更明理 每个人从出生到现在 都是不断的在学习 所以修道半道要自我提升 要多学多问 才能够了解更多 所以我们是终身学习的 我们真的是终身学习 我们如果 五年研究班结束之后 然后你如果讲培 然后后来你提拔讲师 后来你为了修 为了学修讲办行 一定要再继续研究 一定要再继续学习 不管是始组 不管是各个班层的题目 要会讲什么 很多要学习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上 没有接着这个讲培 然后成为讲师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呢 一直在各种研究班当中 辅导 那在要辅导 要帮助大家 要始组运作 也有太多要学习的 或者我们干脆就 因为年纪比较长 我们就一直上长青班 那更是终身学习 所以呢 这个终身学习 这个概念 在道场 真的是 非常的落实 真的是落实 在白羊的道场 而这个道理呢 我们所学的道理 虽然很平常 因为道理 好的道理 就是可以在平常当中 可以运用出来 如果说这个道理 在日常生活都不管用 那这个 那这个还能够叫道理吗 就在日常生活管用的 最后道理 而日常生活管用的 用得出来的道理呢 平常 而且要生活化 那我们如何把 我们如何去找到这个 在日常生活中 受用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呢 要把经典生活化 用生活化的这个 这个方式呢 去体悟 去体悟 去阐述 那我们如果在生活中 有去行 先佛告诉我们的 古圣先贤告诉我们的 的道理 我们适得在生活中 去做 去行的话呢 我们一定有体悟 一定有体悟 而那个体悟呢 就很生活化了 修道人 如果没有自我精进的话 我们要给众生什么 所以这句话 南极老兄 问这句话 也很严格 也很严格 我们如果没有精进的话 我们能够给众生什么呢 所以修道人 不是死板的 修道半道 不是一成不变的 到哪里呢 都要了解 风土民情 因为这边 这个班程是在印度 邦加罗尔嘛 那你想我们台湾人 跟印度人 文化差很多 语言文化差很多 所以呢 他们到那边去 半道的话 当然要了解 那边的风土民情 方法呢 可以随顺因缘而改变 不管是讲员 讲师讲员 都很重要 要看重自己 要精进 要自我鞭策 一日修来 一日公 一日不修 一日空 如果我们一直修的话呢 就能够行遍天下 所以修道是自己的事 自己的抉择 所以自信心呢 是自己给自己的 然后南极老兄继续慈悲说的 这个考验 修道人都会遭受到考验与磨难 当然每个人不太一样 古时候是有关考 那现在没有关考了 那很多的考 我想大家冷暖置之 这个当中呢 磨练心性 所以我们必须要动心忍性 就是我们的人心会动 我们自信是不动的 自信本体是不动的 那当人心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我人心跑出去了 我要回归 要回归本体 这个叫动心忍性 所以古圣先贤呢 已经给我们呢 留下典范 孔老夫子为了传道呢 也曾经成菜绝粮 耶稣基督呢 甚至为了博爱 而钉死在十字架上 历史上还有很多人 有时候为了一个钟 而走上断头台 例如月飞 所以一个修道人 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不变其心 不改其志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但这件事情 你的心不能变 所以呢 才有 才留下那么多 可歌可泣的典范 这个青山有幸 埋中骨 白铁无辜 注令尘 像这么样可歌可泣的 这个这样的句子 我们一念就感受到 那种钟 那为什么明知到 明知说这一次回经呢 就是 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还回去呢 所以就是说 这个气节 这个智节 当然我们现在修道 大概不会说 因为修道半道 而必须 牺牲性命的 现在时代不同了 但是 要面对一些考验 面对一些艰苦 也是不可能免 不可避免 因为 古圣金圣 奇葵依也 不可能免 所以考验我们的智节 一个修道人的智节 是很高贵的 是很有节操的 那这个节操 我们都知道竹子 竹子它的优美 就是风吹过来 竹子可以随风摇曳 很美对不对 但是竹子跟杨柳不一样 杨柳它的随风摇曳呢 是杨柳它可以随风摇摆到 完全怎么样的 完全失去自己的方向 但是竹子呢 它是随风摇曳 但是它是挺拔的 它是挺立的 为什么它能够挺立呢 因为它有节 所以自古以来 多少的骚人默客 多少的这个诗词歌赋 在歌颂竹子 为什么它值得歌颂呢 因为它有节 所以有句话说呢 竹可焚 节不可毁 这个竹子你可以烧 你可以把它烧毁 但是它的节烧不掉了 节子无法烧坏掉 所以像小时候 我们老一辈的 小时候 小时候那个铺满 有没有 用竹子做的铺满 那那个铺满呢 就是因为竹子有节嘛 所以那一节一节刚好 可以把钱呢 那个存在里面 所以修道人的智节是 很高贵的 很有节操的 它那个智节 hold住的话呢 它的一切的宝藏 它自信的宝藏 才不会流失掉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修道办道是一个 很尊贵的职责 人因为有道 才能够亲其亲 像亲人一样 人因为有道 才能够认识我们 失散六万年的兄弟姐妹 这个叫做亲其亲 我们了解到 原来我们失散六万年的 兄弟姐妹 不管是我们的道亲 乃至于 我们可以去体会 乃至于天下的众生 其实原来 都是我们的亲人 如果没有求道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了解到 这一层的 所以我们修道办道 弘扬大道 让四海之内的众生 的原佛子 都能够了解到这一层 那这是一件 很尊贵的职责 那怎么可以因为困难 而改变自己的节操呢 所以修道人的智节 是很高贵的 要相信自己 要做任何事情 既然选择了 这条修道的路 我们应该是下定决心了 很有信心的来选择 那既然选择了 就要毅然决然的走到终点 修道最怕的 是半途而废 很值得深思 很多人学了很多的知识 但是他未必有智慧 求知识也是因应这个社会的需要 工作的需要 不可以太过执着 的确呢 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头所学的呢 绝大多数都是 有的是拿了文凭 然后要找个好工作 那甚至 很多在学校所学的 就是后来可以直接运用到 直接运用到工作方面的 而这些 这些知识呢 跟我们内在的德性 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说执着的说 有这些知识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那就 那就太傻了 就太傻了 那个知识是死的 但是我们内在的心性呢 是活的 我们真正要运用呢 是内在活泼玲珑的 这个智慧 那我们在道场呢 研习很多的经典 询文 很多的道理 也不要把它当知识来看 如果把它当知识来看 可能会变成文字帐 因为我们所研究的经典 就是过来人 就是古圣先贤 或先佛 他们已经到达那样 那样子的境界了 他们回过头来告诉我们 他们所到达的那个境界的 美丽的风光 那个美丽的风光 就是他们的物境 那个美好的德性 他们来告诉我们 那众生还没有到达 那样子的境界的时候呢 众生读到这样的经典呢 就如同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旅行 要去一个名胜的风景区旅行 但是我们先读一些 这个旅游方面的书 或者是上网查一些旅游 有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资讯 而关于那些地方的资讯 以及旅游方面的书 所带给我们的知识 不可以等同 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之后 所体会到的 那个地方的阳光 那个地方的风 那个地方的人 那是不一样的 你真正到那个地方 你体会到的 那是三度空间的 那个实实在在 你完全融入了 跟你读的 跟我们读的这个书本上 介绍某一个地方的 风土民情 或某一个地方 以利的风光 乃至于看到很多风景 风景的照片 都不足以代表 你真正到达那边的 那个感受 所以经典 所提供给我们的 先佛过来人 告诉我们的经典的 整个 这个稀盛稀闲的美好 我们读的 我们还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够说 我读了这些呢 就已经到达 那个境界了 我们必须去行 注意自己脚下的这一步 注意自己现在的这个信念 一步一步的去行 然后才能够到达 所以到在我们 还没到达的时候呢 这些经典啊 讯文啊 古教的经典 对我们来讲呢 都是如同旅游的 这个书本 那我们还没有 到达那边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说 要从这个书本里头 去理出一个脉络呢 各位闲闲 那是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还没 我们还没到达嘛 所以要去理出一个脉络 理出一个逻辑很清楚 然后告诉自己都没问题的 然后才要去走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是自找麻烦 所以就说不要陷入文字障 陷入文字障的话呢 你会觉得 如果陷入文字障的话 比如说 孟子讲到这个 这个西圣西贤的境界 西圣人的境界 善性美大圣神 有可遇之位善 有诸己之位信 充实之位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位大 大而化之之位圣 圣而不可知之位神 那比如说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菩萨有五十一个阶位 然后如果有一个人 他很想理清 他去想要用自己的脑筋去想 到底善性美大圣神 来配合这五十一个阶位 到底哪个阶位可以 比如说这五个阶位 然后配上了五十一 要如何来match 到底比如说 已经到达充实之位美 那能不能够说 他已经到达菩萨的哪个阶位呢 如果这样子去研究的话 那是没有意义的 或者说有的人 他一直在烦恼说 那我们归空以后 到底是去到这个 弥勒内院呢 还是说无极理天 如果我们还在人间 我们去想这些事情呢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只知道说 我们求了这么宝贵的道 我们要好好的改毛病去脾气 我在此时此刻 我有没有对谁看不顺眼 我是不是一开口 我就说人的是非 我们只是这样反省自己 然后你一步一步去走 有一天你走到了 你就知道了 所以呢 这个听道理啊 你只要往好的地方去寻求 道理都是 有时候 你听了这个道理 或者看了这个道理呢 你就往这方面改掉自己的脾气毛病 然后弥补自己的不足 那而不必说 在钻牛角尖 在这么好的道理中 去找问题 道是要教化人的 而不是要让人家 产生很多钻牛角尖的问题 走不出来的 那如果能够 能够 在道理当中 这是真修实练的话 那也才能够做一个明理的人 所以口说而心不行是没有用的 修道要能够以身作则 自己很会说不会做 别人也不会信服我们 所以每一个人呢 都要以身是道 做好你应该扮演的角色 以平常心处事 切记修道不可以有贪心 贪我们所不该求的 我想这些道理 都是很简洁恶药 而这些简洁恶药道理呢 我一读就懂 但是也很容易忘 所以呢 就是要时不时 要能够温故知心了 然后南极大 我宣风慈悲说呢 如果要为上天宣扬大道 要多体悟 这样才能够把圣贤的道理 传送给每个人听 所以要多体悟 这个道的宝贵与奥妙 才能够讲到越讲入信里 才能够讲出来 常常契入圣贤 我们选择的路呢 才不会有所偏差 修道是自己的事 自己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有的功夫 有的方向 朝这方向来走 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 是很茫然的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朝自己的目标来走 每个阶段都可以有所成长 所以不管在哪个阶段 我们都要学习正见 正见 正见的相对就是偏见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二六十钟的话 至少我们要常常常常反省 常常常常常反省 所以我们不要误气甚训 这样才能够有证见 活到老 学到老 修道呢 主要就是要能够化性 化自己的习性 恢复赤子之心 这个每个人累积带来的这个习性 都就是有时候情绪来的时候 这个或叫做说 有自己的个性 那如果情绪没有办法发作的话 自己在那边忍 也是忍得很痛苦 但是修道办到又要克制自己 又不能够意气用事 所以这个时候正是要好好参悟的时候 要克制 可是会不会把自己克制到变成一个压力锅呢 但是想要想要发作 但是又不能意气用事 因为意气用事要会误了大事 事实当中 那就是要自己寻求解决了 解决的方式 要能够冷静 冷静当中才能够生智慧 浮浮照照呢 会破坏大事 所以修道要有耐心 那这边因为他们是在印度 所以先火慈悲说 告诉我这些开荒的前嫌 说末后的众生习性很多 因为已经到最末后了 所以累世的轮回 六万年的轮回 那所累积的都没有化掉 所以到现在还有求道 但是累积的这个脾气毛病很多了 所以一个修道人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传大道就要特别有爱心 有爱心有耐心 用爱心用耐心来感动他们 不可以嫌弃人家 不可以到一个地方 然后觉得说 台湾好多了 这个地方哪里不方便 哪里不方便 不可以嫌弃人家 那这个真的是 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 那这开荒的前嫌 真的是可以磨练出一个 很有德性 很慈悲的 的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人 然后呢 南极老旋王慈悲说 每个人都很重要 一样 跟跟我们一开始 老师慈悲的这个 生诞见莫丑一样 南极老旋王也讲一样的道理 每个人都很重要 道场中不管什么角色 都很 都要看重 生死世道 每个人都要了解该怎么做 要爱惜自己 要好好善用自己 善用自己与生俱来的 因为每个人所会的 每个人的长处不太一样 我们要善用自己与生俱来的 自己的能力 可以替上天做很多的事情 善用自己的能力 替上天做事 这才是人生最可贵的 而宣扬大道 每个人都可以做 只要我们很开口 一个人如果能够 勇敢踏出第一步 那往后呢 就不用害怕了 那别人呢 我们还是人嘛 所以我们需要别人 给我们鼓励 那当 如果别人给我们鼓励呢 当别人 他人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要鼓励他 所以这个世界上 人与人是互相的 先活用最浅白的话 告诉我们同意心 告诉我们要互相的帮助 当我们有难呢 我们能够帮助别人 鼓励别人 我们有难的时候 别人也会帮助我们 鼓励我们 别人自然就会帮我们 然后修道呢 人不可以太固执 在修道半道 要学会活泼玲珑 当然有句话说 折善固执 但是有时候呢 其实是执着自己 某一个 其实是可以活泼玲珑 但是因为执着自己的 见解 的情况也蛮多的 所以要学会活泼玲珑 人事是最难处理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执着的地方 都有自己放不下的身段 所以才会起冲突 所以这边 人若是懂得放下身段 知道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退 其实人生 人与人相处 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在这个大家庭中 要能够相处和谐 一定要好凶 要好凶 所以孟老夫子 称赞孔老夫子 孔子圣之实则也 我想这个 孔老夫子圣之实则 就是南极老兄我讲的 知道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退 不然的话呢 该进的时候退 那该退的时候进 那不是把自己 这个 就是给自己很多障碍吗 你应该要退的时候进 那就碰到墙壁的 然后该进的时候退 那不是失去机会的 所以孔老夫子 不是跟颜辉夫子讲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如果人家 如果人家用我们呢 我们就担当起来 如果人家 人家不用我们呢 我们就能够藏起来 这个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唯我于耳 有事福 就是这个 知道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退 其实没什么事情 然后呢 人不要认为自己老 不管我们各位前言 您多年轻 我们一直是在老化当中 那有一天呢 就会发现 自己这个形象 其实是有够老的 但是南极老星翁 慈悲 因为南极老星翁 就是独入寿的寿嘛 所以他老人家 以寿星的身份 来鼓励我们 不要认为自己老 这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心不可以老 要常常微笑对人 才能够保持青春永住 还有呢 不可以生气 告诉我们呢 如果生气的时候 就拿镜子照照自己吧 我们都希望自己美美的 对不对 那如果生气的时候 拿镜子照呢 就会发现 哎呀 生气实在是不好 所以要让自己漂亮了 就要常常微笑 对人不要生气 然后呢 用一颗最快乐的心修道 其实人生会碰到很多事 那这些事情 你要把它用快乐的心面对 也是可以选择了 那如果习惯性的 就是抱怨了 那也是一种习惯 所以我们是要用习惯性的抱怨 还是要选择用快乐的心面对呢 就要提醒自己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能够接受 逆来顺受 勇敢的接受与面对 原来勇敢的接受与面对 并不是懦弱 逆来顺受并不是懦弱 而是会有更一层的超越 更一层的提升 更不同的体会 所以凡事都要用自己的心去体会 所以道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参悟 经典要生活化 不要觉得说经典都是古时候 古圣先贤讲的 好像跟我们时代差太远了 我们要把那个精髓 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然后你就知道白羊旗 原来体悟经典 经典是可以这么生活化的 然后呢 他人说的话 你不一定会相信 我有自己体悟 那感觉才是真实 当然我们也很需要别人的鼓励 然后我们自己 我们看到场上很多人 他们都会分享自己的心得 然后他们 比如说有敏感体质的前嫌 他会分享他的见证 他也很不吝分享他的见证 然后由于 但是他亲身经历的事 所以呢 他讲起来呢 也特别有说服力 我们听起来也发戏充满 但是如果我们修办到的过程 我们都一直处于这种 听到别人讲很多他的见证 然后我们觉得说 太棒了 道真理真天命真 太棒了 还不够 因为 到后来自己要跨过的修道障碍 如果自己没有什么体悟的话 可能会走不过去 所以如果只是都靠别人 别人给我们撒香水 还不如自己内在的花朵 德性的花朵要长出来 要散发自己的芬芳 那感觉才会真实 所以修道半道当中 用心投入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道的体悟有多少 我们自己感毛病去脾气之后 我们的法喜有多少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心 投入这个修道半道的 这个旅程中呢 尤其是半道 有机会让我们做佛事的话 希望我们不要推迟 可见 推迟好像 如果不是 如果每个人 接受到一些任务 就是前嫌告诉我们做佛事 如果每个人都欢喜接受的话 我想先佛就不用这样子来辞免了 可见 推迟的情况是有的 所以先佛才要勉励我们 有机会就不要推迟 不要常常说不可以 不可行 说我还不行 说久了 机会就流失掉了 因为前嫌也不好意思 一直叫我们了 所以有机会 可以的话就承担起来 学中做 做中学 修道半道 懂得感恩 感谢天师的 不是口头禅 然后处事当中 要懂得推功懒过 这样子的话 一些问题就不会发生 我们上个月有 分享到 孔道夫子的一段 这论语里头一段 子曰 公之后而博则于人 则愿愿已 我们现在算是温故为之心 上个月我们这一段还讲蛮长的 公之后而博则于人 公就是自己 后 后是什么呢 后就是 当然相对于博则 所以后就是后则 后则 就是对自己责备很多 而对别人责备很少 那什么时候责备自己呢 也不要没事一直说 哎呀我不行了 我糟糕了 我怎么样 不要没事打击自己 当然不是这样 而是说有事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办事 然后呢这件事情 因为因缘不凑巧 然后搞砸了 这件事情呢 办得 披露百出 假设就办不好啦 那后来要反省 反省的时候呢 就不要去指责别人说 都是因为你啊 如果不是那个时候 你讲这句话 如果不是因为你那个时候 怎么样 这件事也不会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没有人会跟我们一起共事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种人 实在是太没有德性了 所以呢 如果说大家一起共事 然后有一件事情呢 做得不太好 我们反省的时候呢 尽量呢 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 然后你开会的时候 反省自己 都说自己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怎么样 所以事情才搞砸 都把事情揽过嘛 揽在自己身上 别人也不是傻瓜呀 别人他看到你这样 他会觉得说 哎呀 你实在是很甘心吗 怎么会很甘心 为什么这么有德性 人家会喜欢跟你 跟你同修共办 所以呢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 则怨怨矣 这个字念怨 怨就是很远 怨恨 人家对我们的埋怨呢 就会很远很远 就不会埋怨我们了 好 所以呢 一个君子要学习静德修业呢 三朝大事是大家的责任 不是你们老师的责任 不是前嫌的责任 而是大家要共同担负的责任 所以要了解 要能够体贴心啊 每个人分担一些些 就能够让老师轻松一些些 先佛讲得好客气 每个人分担 多分担一点点 老师就轻松一点点 前嫌也会很高兴 所以天下事天下办 天下人来办 三朝大事人间办 像我们前人老 当年住室的时候 也是一直提倡 这个开荒的地方 本地人办本地事 本地人办本地事 并不是说在排斥说 台湾人不要去乱管事 我想主要还是这个理念 让当地人可以承担起来 而不要总是让台湾的前嫌 担一切 那当地人反而变成客人 这样不行 所以呢 既然本地人办本地事 那三朝大事人间办 在天在这个天下 三朝这个末后一朝 所以天下事是天下办 所以我们自己要办 要单起来 不要说什么事 都是老师的事 要替老师分担责任 分忧待劳 修身有道 你才能够感化人 即使我们是扮演一个小角色 你看 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先佛告诉我们 即使你是一个小角色 可见在先佛眼中 根本没有所谓说 大角色才有大功德 小角色就是小功德 没有这样子的 即使你是一个小角色 你修身有道 人家也会对你幸福 修道没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你真诚的心 每个人都要发善愿 让众生启发他的福利心 发善愿 希望众生能够启发他的福利心 而开荒步道呢 要对自己要求 人间事人间办 看我们怎么做 我们付出多少 上天就帮助多少 我们有付出 上天才会助化 这道理是不变的 不可能说人付出是零 然后上天助百分之百 人一定要有所担当 上天才会助化 如果一位都只求上天帮助的话 都不出力的话是没有用的 所以大家要互相帮忙 见到成道 人的这一部分 我们大家互相帮忙 见到成道 共相圣举 共同来感动上天 来祝化 那我们要进入 这个庙训 在这个庙训里面 我们会发现 有太多太多的 这个论语的本文 都在庙训里面 那这个论语的本文 也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所以一点也不难 一点也不难 这边讲到 当之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刚好就是 刚好就是 论语为正 论语为正 孔老夫子说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学就是学到 那孔老夫子当年 这个明传诗书 暗传道 孔老夫子讲很多的道理 并不是在传递 知识 而是在传递 一个人的真修实练 真正的君子之学 那传递的这些 这些这个诗书 这些经典的 就是要让他的 他老人家的弟子 去思 思不只是思考 因为这个思 思这个字 下面是心 上面是田 所以思就是在心田下功夫 所以我们所学习的 所有的经典训文 都要在自己的心田 反求诸己 如果少了 这一个功夫的话 我们会觉得 所有的道理都一样 都会觉得说 杜利哥要说 也是这样 听都听了 会觉得所有道理都一样 但是你如果 在心田下功夫的话 你会觉得道理是新的 为什么 因为你每天的体悟不同 而且每天的进步不同 所以学而不思则往 往就是无效 我们学习很多的道理 如果没有经过心田的反思 这个道理就无效 所谓药食往效 所有的道理不都是心药吗 那这个心药对我们的心病 没有无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思 但是好 我们如果说一直在反思 一直在内心里头 一直在体悟 但是我们都把所有的经训 都排除在外 觉得说我自己就有佛性了 我自己就行了 失而不学则 戴 戴就是很危险 如果我们没有接受 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 没有从经典训文 来遵循 这个先佛 古圣先贤 给我们的正知正见的话 光是凭自己的见解呢 可能很危险 因为可能偏邪调 人是很有限的 不仅人是很有限 而且人可能 我们的心可能会偏 心可能 心不可能说 我们绝对是正心诚意 所以我们需要 来自圣贤这方面 先佛这方面 精训的引导 所以忠义顶不是三足鼎立吗 第一足就是精训吗 第二足就是实务吗 第三足呢 修行 那修行怎么修呢 一定是来自精训 来自精训的引导 才能够有 才能够走到正确的 这个正道上来修行 而在忠义顶的训文里头 老师石碑告诉我们呢 这三足鼎立来讲的话 这个精训跟这个实务 是可以培训的 是可以培训的 据说我们常常有 有十足的研习 这十足都可以研习的 而精训呢 是可以上课的 但是唯独修行呢 是不能够培训的 是没有办法培训的 因为完全靠自己 就是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自己真的有 有反思的话 那修行就会进步 修持就会进步 那没有反思的话呢 学而不思则往 那修持就 就没有进步 就要时往效 但是如果没有精训 而只是以为自己在修持 在那边下功夫 那就是三足来讲的话 少一足 那这个顶还是会倒掉 所以失而不学则待 然后呢 真的要修的话呢 是在哪个地方修呢 在生活中 所以雍 雍德之行 雍言谨 行固言 处于安泰 在中庸里头 有讲到 雍德之行 雍言之谨 这个中庸 那雍是什么呢 雍就是平庸 平庸者平常也 就是在最平常的德性呢 在最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你能够行出德性 然后在最平常的谈话当中呢 我们能够谨言 而不要讲一些 就是恶口嘛 恶口两则 其语妄语 不要讲 不要讲这一些 所以要谨言 顺行 那谨言顺行 不就是失误了 活归 最后一条吗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所以雍德之行 雍言之谨 言故行 行顾言 这都是出自中庸 要能够这样的话 才能够处于安泰 这样修道半道 才会有一个 有一点点进步 不然的话呢 可能都是一直在 在动荡当中 要能够这样真修实练 才能够处于安泰 好 然后呢 善财童子 因为这一段 妙训呢 是善财童子 慈悲嘛 所以后学就找到 善财童子 在这个班程里面呢 所慈悲的这个白话训 这个善财童子慈悲说呢 我们大家是听课比较喜欢呢 还是下课比较喜欢呢 其实纵然说 我们上课有多高兴呢 其实大家下课也更高兴 好像下课比较高兴啊 但是呢 这个仙佛这样问呢 大家不可能回答说下课比较喜欢 我想大家应该是回答 听课 所以那个仙佛说呢 喜欢听课啊 有没有为法忘区啊 有没有为了追求真理 而忘掉自己身体的种种不是呢 为法忘区 有没有为了法很高兴啊 有些人为了法千里条条来到这 既然为了法千里条条来到这里 文法呢 那么就要用心的学习 修道不是只有听道理 听了道理要去实践 要去做 人家说修道要修心 要陪德 那修道修心陪德啊 具体来说 其实就是改毛病去皮系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改毛病去皮系 大概从求道的时候就开始听了 但是人的脾气毛病 是不改的话 一辈子也改不了 真的是这样 跟修道多久 不一定有关系啦 就是要下决心了 仙佛慈悲说 修道如果不修心 也不赔德 又不改脾气 又不改毛病 修久了还是没进步 还是跟凡夫一样 那是在浪费生命 浪费时光啊 生命是可贵的 光阴是可贵的 要珍惜 所以我们如何把握光阴呢 原来就是要把握光阴呢 改毛病去皮系 那我们修道有一点点进步 有一点点进步呢 那就 就 就把握住一点点光阴了 否则 跟凡夫一样呢 是在浪费 生命 所以真修实练呢 是在庸德之行 庸言之谨 在日常生活中 行出你的德性 那相反的就是 不在日常生活中修 而要追求一些 稀奇古怪的 这个叫功夫异端 所以空道夫子说 功夫异端 施害也已 这个本讯里头 功夫异端 施害也已 功夫异端 施害也已 就是不真修实练 而只是追求一些新奇的 一些 树流动静 一些稀奇古怪的 甚至呢 觉得 在道场 一切都那么平淡 那甚至呢 离开了一条金线 但是 祸害就在身边了 所以祸患 染身 遭灾 如果一条金线断的话 是会 祸患染身 会遭灾一样的 然后讲到呢 人之过 各于其党 观过 私之人已灾 这个是出自 论语理人篇 人之过也 各于其党 观过 私之人已 人之过也 各于其党 党就是类 种类 就是每个人的过错 各有不同的种类 有的人他会 患量的过 有的人他会 犯量的过 各有不同的过错 罪过错 各于其党 但是这个 观过 私之人已 这个又简称 观过之人 自古以来 的解释 后学 求到以后就 不太认同 这样的解释 当后学 不能够说 我 我自己对 那这个 本来的世书极著 怎么样 怎么样 后学不敢 不与自停 但后学 现在只是要提供 各位前面一个 另类的解释 跟世书极著 不同的解释 世书极著的解释 观过之人 是说 你看一个人的过错 有时候可以看到 他的慈悲 只是因为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他是因为 某一种慈悲 但是导致这样的结果 是因缘死然 或者是那个时候的 智慧不够 但是呢 不可以说 他这样的过错 就是不慈悲 虽然是这样子讲 但是 但是后学 因为孔老夫子 也没有告诉我们 是什么 什么样解释 朱熹吉祖 也是朱熹夫子 他老人家 当时的体悟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 另外一种体悟 也并无不可 那后学是这样来解释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 就是每个人他的过错 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患这样的过 有的犯那样的过 但是不管我们犯的是 哪一种罪过错 我们要就是要改过 不可以责物旁贷 没有借口 就是要改过 那改过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反省吗 如果我们不反省 我们怎么可能改过呢 所以要关照 要反省 要观察自己的过错 这关过呢 就是反省自己的罪过错 反省自己的罪过错呢 事之人以 事就是因此 因此 这个 你这样子做呢 你就会知道 怎么样做才对 人 人可以说是我们的本性吗 人在很广的 那一方面的解释 也就是我们本质具足的 我们的自性吗 所以我们只要呢 人都有过错 人非甚弦 俗能无过 观过之人 我们只要能够反省 自己的过错呢 就能够 就能够呢 反 反 徐心敌律嘛 就有机会呢 能够回复自己的本性 事之人以 所以这样的道理 其实是非常简单 后学采取这样的 简单的方式 也比较适合 修道修心的 这个 这个方向 观过之人 所以 谭经里面这样讲 改过 毕生智慧 谭经里头的 无相诵之一 里头有这么一句 改过 毕生智慧 有过错 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知识 尽乎勇 知识 尽乎勇 只要能改 毕生智慧 所以 所以古时候 这 轮域里头 这个 孔老夫子的弟子 有讲 也有讲到 圣人的过 如同日月之时 如同日时月时 日时月时的时候 天下人都看到 哎呀 现在日时 现在月时 但是呢 极其改 也等到他过错 改了以后呢 就好像这个太阳月亮 又重现光明一样 天下人也都看到 所以观过之人 或许是这样解释 然后呢 先佛慈悲 善才同志 慈悲告诉我们 也一样 是在讲 改毛病去脾气 还是在讲改毛病去脾气 修道听道理 一定要落实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才会慢慢的改变自己 你才能够慢慢去体悟 如果你不落实 把它实践出来 久久之呢 你就会离到越来越远 所以听道理当中呢 要常常不离六个字 哇 改毛病去脾气 这个我们从求道的时候 就一直在听了道理 到现在先佛 还是在耳提面命 因为能够改的话呢 改过毕生智慧 观过之人 人的思想要改 心念才会转 念头就像一个磁场 念头好的 你就吸引好的 念头不好的 吸引不好的 所以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心 才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自己的天地 当中是谁在主宰呢 是我们自己在主宰 如果说我们的命不好 运不好 是不是我们的念头 把一些不好的吸过来呢 所以思想若是接受好的 我们读经训吗 我们接受很多先佛的磁灭 自然而然呢 我们的行为行出来也都是好的 我们说出来的话呢 也是好的 做出来事也是好的 就自然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听道理 听道理就是要接受真理的教育 净化我们的心 就能够接受佛光的浮照 原来我们净化我们的心呢 我们改过了 佛光就照得进来的 所以听了道理 我们要去做去行 这样子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那这样的话呢 苦中作乐 一般人讲的苦中作乐 是指 好像日子过得很苦 但是偶尔也要 苦中作乐一下 暂时找一点小确信 苦中作乐 一般世俗是这样 但是先佛苦中作乐 应该不是这样 所以后学把领悟成 如果能够这样子正修实练 在苦海中 你能够找到你的乐土 所以若能专末取火 这个是 那个谭经的无相诵 若能专末取火 淤泥定身红莲 专末取火就是说 你的恒心毅力够 你真的真修实练的话呢 淤泥就是苦海中的这个污泥 也一定能够长出 优雅清净的莲花 那这个快乐 孔颜乐处 自古以来 这个宋明理学家 一直在追 一直在探讨的孔颜乐处 孔老夫子 颜回夫子 不都是活在 跟我们一样活在 娑婆世界吗 那娑婆世界 人称苦海 孔老夫子 颜回夫子 乐在哪里呢 苦中的乐在哪里呢 淤泥定身红莲 所以呢 如果能够找到自己 自己这个苦海中的这个快乐呢 直中冠一 就是找到到了 找到自信现前 就可以直中冠一 中就是自信 冠一就是落实在一切处 一贯 落实在一切处 那待人处事呢 忠树为怀 怀抱的忠树 齐家修身 就修身齐家嘛 要能够齐家 一定要修身 因为修身 你才能够以身作则 所以齐家修身 作则力 才能够以身作则 举止言行为表率 举止言行呢 可以为家人的表率 那从家人呢 可以扩展到 治国平天相 可以扩展到 整个社会上去 所以你扩展到 社会上去的时候 你要治国 治国就是说 我们当然不是去从政 当然不是去选举 当然是半道 家人家以外的环境 就属于国了 那国以外的环境 是属于天下 所以你甚至可以到国外 可以出国开荒 那个就是到天下 所以龚老夫子 在论语理人里头 有一张 子曰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刚好就是我们 接下来看的本讯 我们这一段讲完 我们就下课 君子怀德 怀行 小人怀土 怀慧 贪财 原来讲的就是 就是论语理人 这一段 什么叫君子怀德呢 一个君子怀 怀就怀抱 怀抱 念之在之 一个君子 他怀抱 念之在之的 就是 他是不是怀抱着 他固有的德性 他本来 本质具足的固有之善 后学这边引用的 就是世书极著的 朱熹夫子的注解 怀德就是 他是不是怀抱着 存着 他固有之善 怀德 一个君子 他念之在之的是这个 小人怀土 这个土就有趣了 土就是土地 那我们常说乡土 乡土就是我的家乡 英文叫我的Homeland 我的家乡 家乡的土地 是多么的芬芳 所以一般的人 其实是很不喜欢 离开家乡的 以前后学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然后像我们 远渡从洋 去到美国 我们觉得自己 是个乡巴佬 因为后学在去美国之前 从来没有出过 有了只是去泰国一次 玩大概 好像一个礼拜 还多久 然后去到美国 觉得是一个乡巴佬 可是我碰到 在美国碰到他们 他们连自己 所住的那个都市 都没有离开过 他一辈子就是 一直在自己 那个都市里头 那有了一辈子 顶多就是一直 自己在那个州里头 他完全都没离开过了 所以一般的人 都不喜欢离开家乡 这个叫怀土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土 这个家乡 有我们自己觉得 安全的感觉 比如说有我自己觉得 我好吃的东西 我家乡的食物 家乡味 然后家有自己的乡人 有自己的家人 而这个就是怀土 就是逆 逆其所处之安 喜欢安在自己 觉得很安逸 觉得自己很安全 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什么 现在 现在现代语言来讲 就叫做舒适圈 舒适圈 就是 不敢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而一直苟安于自己 觉得很熟悉的环境 这个叫舒适圈 所以后续刚刚讲到 齐家治国平天下 然后突然跳到这里 这样连起来讲 我们各位前言想一想 如果我们前人 他老前人 他们老人家 以前就是很安于 自己的舒适圈 那他们就不会来台湾开荒了 那也就没有我们了 然后我们台湾的 很多的前嫌 他们都安于自己的舒适圈 他们就不会到 世界各地开荒了 那也就不会有现在 大道已经传遍世界各地 八十几个国家 已经成功开荒了 这个情况 所以君子怀抱的是什么呢 他的德性 有没有固守住 如果他的德性 固守住的话 本来呢 仁义理智性 就是他的本 五常之德嘛 所以我们既然求了 这么好的道呢 我们慈悲的话 就应该把大道来推广 等一下下课之后呢 我们会请红讲师 分享一段 他最近 所听到的 道中的前嫌 亲身经历的一段故事 是跟开荒有关的故事 这个在世界各国开荒 先佛都ready的 先佛ready要打帮助到 可是人 如果还是怀土的话 安于自己的舒适圈的话 走不出去 那就 那开荒就不能成功嘛 所以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那君子怀行 那如果怀抱德性的话呢 你就不会安于自己的舒适圈 你就走出去 然后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行就是刑罚 刑罚 那我们用在修道这一部分 有什么刑罚呢 我们与其说刑罚 不如把它解释为戒律 我们作为一个修道君子 我们只是念之在之的 反省自己 我有没有触犯戒律 什么戒律呢 最基础的就是三清四正 然后更进一层的 我们从德有从德的律法 佛规不触 我们怀抱的是 小心谨慎的 我们有没有触犯戒律 有没有触犯佛规 但是小人他不是这样 小人他没有想这么多 他想的是 他也没有得到好处 会就是好处 利益 他念之在之的 他没有得到好处 所以如果在他 要得到好处的情况下 他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就没有考虑那么多了 所以君子小人的分别就在这里 所以这边讲 小人怀土怀慧贪财 而这个是颠覆不破的道理 所以我们修道要 养出浩然正气 在这一部分 不可不慎 严固行行固言 这个固行为 严固行固言 才能够端正 能够端正 行为端正 身心端正的话 也才能够自在 那今天不好意思 超过四分钟 因为要把这段讲完 那我们接下来 就把时间 要交给我们的超词讲师 那再介绍我们的红讲师出场 那或许如果讲到不对的地方 寇求先佛慈悲赦罪 各位贤贤多罗子正 谢谢各位贤贤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领讲师 谢谢领讲师 谢谢 谢谢各位贤贤 谢谢大家